轉到的是我們的 廣州自行車輪滑中心 那馬上要進行的呢 是我們的女子單人的 他們這個大陸稱為呢 這個短節目啦 我們稱為短曲的部分 現在就是小竹 小竹這邊 對 那我們第一個呢 登場的呢 就是我們中華隊的王小竹選手 也是我們這次奪金的希望 打鼓拉手 漂亮 準備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接下來他必須要做一個組合跳 三大五個組合 Double Lope Double Lope Chipata 做得非常好 現在是旋轉 做一個帶動式的 Hear Camel 七圈的Hear Camel換腳 三圈的Hear Camel 加加一個State Spin 這都是在六個指定動作當中呢 指定的一個動作 必須要做一個蹲轉的一個動作 好 接下來再做一個煞車的輔助跳躍 好 跳一個 Chipata 完美的成功 對 非常的精采 我們的王小竹選手 短曲的部分呢 是2分15秒鐘的時間 接下來是一組圓形的步伐 那這次是保守一點 對 剛剛做了一個Triple Toe 因為是短曲 預賽的關係 穩穩地把它做出來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戰術 好 最後一個動作 你看看 應該會做一個Hear Camel 跳輪的Camel旋轉 也做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好 對 結束它的動作 漂亮 我們的王小竹選手 在這個項目 真的 他有奪金的實力 連續三屆 亞洲杯花式溜冰的自由行的冠軍 王小竹 今年24歲 對 它的身材是比較嬌小的 151公分 那從事這項的比賽 其實也是蠻恰當的 對 對 因為它的重心比較低一點 所以會比較穩定 他個人的特質 他是他心理素質非常強的 在比賽很少失誤 我們再借油慢動作來看一下 這個花式滑輪 跟一般的我們所謂的溜冰不太一樣 這個也跟我們在前兩天看到 競速滑輪也不太一樣 他穿的輪鞋呢 競速滑輪是直排輪 那這個是神雙排的 對 那短曲是有必須有幾個指定動作 你一定要完成的 必須要有六個指定動作 六個 如果呢 你多做了一個或少做了一個 在裁判那邊呢 裁判會扣到0.5分的技術分 那王小竹的整體的一個表現呢 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是 已經算蠻完美的了嗎 如果以分數來看的話 我們的國際裁判 葉啟煌 我覺得他的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準備的動作呢 可以簡潔有力 我覺得王小竹這次可能在 大陸那邊呢 場地的適應狀況 可能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他做的有點保守 但是原則上呢 他應該表現的還算不錯 這個是他的教練賴瑞祥先生 對賴教練 聽說他的專長其實是數學統計 蠻厲害的 那王小竹從小就跟著這位 對賴教練學這個花式滑輪 對賴教練也是我們呢 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 王小竹聽說從幼稚園大班 就開始開始滑了 對 不過這次呢 他在短 個人啊 女子個人 今天只是短曲的部分 明天還要進行長曲的部分 那明天呢 加起來 兩個分數加起來 才會有產生金銀銅牌 在短曲的方面呢 他的係數是乘以1 那長曲的部分是乘以3 是 所以長曲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在評分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分兩個部分呢 在評分的部分 分為技術分跟藝術分 那第一位選手通常就是 必須要裁判5席打出來之後呢 裁判長會扣到最高分跟最低分 剩下3席再來平均做一個分數 是 這跟這個雪雙芭蕾的給分是蠻類似的 也分成技術跟藝術 現在是藝術分 嗯哼 現在分數一直沒有出來 是因為他是第一位選手 這樣子 裁判現在在討論 這是在規則裡面 可以看到5個裁判都給他7.9 這就是因為平均的結果 那第一個出場的話 是有優勢還是比較不好呢 通常第一個出場的話會比較不好 因為第一個選手出來的話 都是被比較的 嗯哼 那有時候裁判判到最後一個 會會會忘記第一位